免了 方熙望着这几个炼器修仙者 随口问道 你们是哪里人 来自何方 准备去哪里 那准备留下断后的青年修仙者 上前一步 恭敬道 在下等都是干家之人 来自流沙玉 准备去天位城 流沙玉 方熙嘴角一勾 那不知黄沙派与八荒宗的宗门战争 可结束了 前辈原来也去过流沙玉 青年一喜 继而苦笑着回答 因为妖族详界之势 两派早已不打了 甚至咱们东八玉 一起铸造了天位城 布置下一个巨型阵法 将妖族大军 一直堵在虚空通道附近 实不相瞒 我等原本 也是要运送一批物资 去天位城的 却不料遭遇钻地摩秋 西末修仙界十分广大 各地域都有不同 基本而言 每一个域中 都有一个原英级势力 原来如此 可有此地地图 方熙问了一句 从这青年修仙者手上 拿到一枚玉茧 继而便驾驭顿光离去 哥 这位前辈究竟是哪位 之前的少女才敢上前 问这青年修炼者 我也不知 但能如此轻描淡写 至少也是一位结单吧 青年溺爱地摸了摸少女的小脑袋 此等前辈距离我等太远 但只要将这一批悬沙草 运送至天位城 所得利润加上之前积蓄 便足够我们修行制炼气圆满 到时候搞不好便有驻击机缘呢 天位城位于黑水域与天风域的交界 在此城附近 有东巴域中最大的一条虚空通道 由附近诸多元英宗门合议 最终决定兴建此城 布置大阵 将妖族大军堵在此地 方熙在万丈高空当中 便见到了一座超巨型阵法 论范围可能囊括数千里 甚至上万里 将虚空通道与天位城一起笼罩在内 或者说 天位城才是此阵唯一的阵眼与通道 此城不破 大阵之中的妖族便始终无法出来 倒也有趣 外道元英掐了一道法觉 一道魔光闪烁 整个人就变成了一个相貌普通的青年男子形象 气息也降低至结丹左右 飞落到天位城外 此城大门与一部分城墙 刚好就是大阵的边缘位置 而在这一处大门位置 有一排身穿灵甲的筑机修士来回巡视 有两位结丹修士统领 看起来防备倒是并不怎么森严的样子 因为这一面城墙面对的是人族地狱的关系吗 芳希可以看到 此城城门大开 几乎每时每刻都有大量修士出入 其中既有着重商离去的猎妖队伍 也有运送大量灵米 俘禄 法器等物资的后勤队伍 倒是显得十分热闹 芳希暗落顿光 来到大门之前 一位金丹神识一扫 脸色顿时微微变化 上前行礼 这位道友 在下黑水宗苗远东 不知道有事 慕真人 芳希微笑回答 道友此来 可是为了人妖之战 苗远东再问 其实修士都相当自私 纵然此种关系 人间界未来的大战 依旧有不少 可扫门浅血的 芳希便从 九肉三有奈利之小 其实 江国之中 还有几位元英老怪 但都截然一身 甚至都不在 四街灵脉修行 而是四海云游 连天渡魔君 都拿他们没有太好的办法 西末修仙界 也是如此 定计修建天位成的 还是八大元英势力 以及附属的家族与宗门 真正的散秀高手 往天涯海角一躲 妖兽都无可奈何 正是听闻此地 妖兽材料颇多 特来看看 芳希露出一丝微笑回答 果然如此 苗远东带着芳希来到城门之前 道友应该也知晓 入了此城之后 有几个禁忌需要注意一二 其一是不能去交战区 除非本身便是被征召的战修 或接取了相关任务 否则很容易被执法队抓起来 其二不能在城中耽搁太久 若令牌禁制 开始提示 则必须尽快离开 或者补办手续 接着 芳希便从苗远东手上 拿到了一面黄色令牌 道友 若加入如今的八宗联军 以道友结单之修为 必能获得重用 还有许多丰厚战功 如今宗门战功榜之上 已经有结英灵物 可供兑换了呢 苗远东忍不住提了一句 结英灵物吗 芳希听了 却是若有所思 宗门对于下属势力 自然可以发布征召令 但对四海为家的散修 便只能以利诱之了 他估计结单散修 想要积累获得 结英灵物的战功 只怕难如登天 不过 好歹也是个希望 这个本人会考虑一二的 芳希并未完全回绝 走入天位城大门 在此城门之上 还有一面镜子 散发出某种奇异的光辉 扫过在场的每一位修士 苗远东就这么望着芳希进入城门 那镜子法宝也未发生什么异样 才松了口气 回到巡逻队伍之中 一位散修结单 没什么问题 赵妖镜都照过了 他对另外一位结单修士道 这照妖镜法宝 乃是西末修仙界特有的一种法宝 能分辨妖气 令人悲哀的是 修仙界中 从来不乏人间 甚至接受妖族血脉 暗中转化为半妖肢体的 也大有人在 毕竟修仙者为的就是长生 这处虚空通道 只是最大的一处 在西末修仙界中 还有许多未被发现的小型通道 或许四阶妖兽无法偷渡 但低阶妖兽却是偷渡了不少 而其他防线之中 难免也有所疏漏 然后被妖族强者突破的 方兮步入天位城 第一感觉便是热闹 不管另外一侧城墙方向 接连传出的法术狂轰之声 还是这一侧城区的交易之声 都是如顶沸腾 不少刀口填写的散修 组成猎妖小队 热切聊着战功榜上的收获 又或者某位散修走大运 拿了高阶妖族的人头 奖励颇风什么的 除此之外 在专门的方式中 一家家丹药 法器 镇法铺子都是热销 地摊之上 也随处可见各种妖兽材料 瞧一瞧 看一看 三阶雷羽鹰之爪 这可是法宝级的原材料啊 白玉蝉除的皮 还有奇血 炼智解毒丹药的无上圣品 斩妖剑 上好的斩妖剑 已经培养到灵器级别 九成心 低价出手了 灵宝万妖番的仿制品 百妖番 一千夏品零食便宜卖 嘻嘻嚷嚷中 方夕来到叫卖 百妖番的摊子面前 那摊主是一位红袍筑机修士 身上带着一股煞气 但看见方夕外露的结单修为 立即陪着笑脸 这位前辈 可要购买灵器 方夕拿起一杆碧绿色小番 轻轻一抖 其上便有墨绿色的妖气浮现 在妖气之中 似乎隐隐还有一头厉害的妖魂 呈现无功之行 这灵器不错 算是小精品了 一千夏品零食的确不贵 他赞叹道 可不是吗 这还要多谢八大宗门 将炼制之法半价出售 如今赶上城墙 或者出外斩妖的修士 人手一赶百妖帆 千妖帆 再加一口斩妖剑 都是标配 摊主陪笑道 方夕又打听一番 才知道这万妖帆与斩妖剑 原本都是西末大名鼎鼎的灵宝 对于妖族颇有克制之妙 后来恰逢人妖二族开战 那些原鹰宗门 便将其下级仿制品的炼制之法公开 只需要少量战弓 便可兑换 比如这一杆百妖帆 在灵器中都算上品 只需要一些妖兽材料 与妖魂便可炼制 护体十分便利 还另有一众玄妙 可以施展妖气 掩盖修士本身气息 若是出外猎杀高阶妖兽的修士配异感 便可以免去许多低阶妖兽的警觉与骚扰 十分实用 除此之外 斩妖剑需要以大量妖兽灵血 开封剂炼 炼成之后 对于破开妖兽 坚固的皮骨防御十分有用 传闻灵宝级的斩妖剑 纵然那些四阶化形大妖 也不敢以体魄应接的 倒是不错 斩妖剑也给我来一口 方夕取出十几块中品灵石 买了两件灵器 就当随手买了两件小玩意 这跨域贸易大有可为 南荒不与其他脊域交流太久了 这一次我在七宝楼船之上 听那些猿鹰老怪讨论迎战之策 就没听过这种戾气 搞不好在南荒已经失传了 那倒是可以将船程带到南荒 也算造福人族了 对于人间界而言 上古妖界也算老对手了 摸索出一些克制的功法 宝物倒是不足为奇 方夕都想着 是不是去前线混个战功 比如出城猎杀几头高阶妖族 将灵宝炼制之法都一起换了 这时他又走出几步 忽然在一个摊位之前停下 此摊位的摊主是一位穿着电蓝色短褂 头上包着黑布缠头的诡异老者 其形容枯稿 脸上还有复杂的黑色刺青 见到方夕望过来 不由露出一丝笑容 前辈也挽古吗 哦 你是古修 方夕来了兴趣 练古也是修仙百艺之一 甚至还十分偏门 自己上次在流杀玉附近 都没见到几位古修 你们 炖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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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炖银子